对于张亮颖而言 2016年是充满了起伏的 迈入婚姻殿堂进军国际音乐市场 英文专辑里的第一支单曲刚上显 就打破了凶多记录 这些人生大事迹让他感受到了充沛的幸福 但同时家里那本《念的经》 总是把他推向娱乐圈的舆论中心 注定要人成长的那些事情 既然我躲不过去 那就不躲了 婚后首次接受媒体采访的张亮颖说 我就埋头做音乐吧 忙一点就会忘了 2016年10月大概是张亮颖 在今年最难熬的一个月 Dust My Shoulders Off 比原定上线的时间推迟了约一个星期 原因是因为张母的那封人尽皆知的公开信 那个星期我的脑子完全一片空白 不知道该干嘛 毫无方向也词穷 张亮颖说 我觉得吧 有人关心你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但是这个关心是不是能让你真正的快乐呢 有一些东西你会觉得道理为什么是这样讲的 然后就开始反省自己的观念 但反省完之后会觉得其实大家都没有错 所以家庭的事情是讲不清楚的 因为那是一个讲立场而不讲道理的地方 有立场什么道理都不管用 就像我在我妈妈面前 她只要讲道理讲不过我的时候 她就会说 我是你妈 我就说 好 你赢了 任何一句道理都大不过我生下了你 所以既然讲不了道理 我觉得就算了 我勉强不了 11月初张亮颖和冯科在托斯卡纳的古堡举行了婚礼 婚礼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归于柴米油盐的开始 但是张亮颖并不这么想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也许我生下了孩子都不会坐月子的 之前王之亮的妻子威姐跟我讲 她怀孕的时候会想出去流浪 我特别赞同 哪怕有一天我成为了一个妈 我也不会为了小孩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 因为她也要会选择自己的生活 张亮颖说 以后她要教会孩子生存和选择的本领 而不是重复自己的路 而且冯科也很了解我 我是一个没有自由会死的人 以前我不爱在家里待 以后我更不爱在家里待 我觉得她最好的一点就是不阻止我的梦想 因为被人说教是一件很烦的事情 默默地陪着我就很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